我能让你持续地说 这个8月份 他其实昨天说的是不对的 就我来证实 他昨天说的2023年的8月份 10月份是不对的 实际上他今天说的是对的 今天的2023年8月份是对的 知道为什么吗 就是去年是我把它提出去的 为什么呢 是2023年8月份 我们从破产法庭的一个文件 是Look发到法庭的一个申请 他的律师费的一个文件里面 我们发现了 他的名字 发了一个名细 大家可以去找 这个文件里面我们发现 里面有跟Mr. Lee 联系电话 然后review他的文件 Look charging 收律师费 马上就发现不正常 不正常以后 我们马上跟这个几个人商量 这绝对不正常了 旗霞的照片出现了 就说到就说到了一封 这个法庭的宣誓书 英文叫这个Affidavid 照片拿上来了 然后就说啊 你昨天有说 这个人有威胁你 你就是而且是 但是他没有威胁你 他说昨天有威胁 对 但是他这个人没有用 就暴力来威胁你 对不对 是的 那他也没有说 要把你打成中共的委内 是不是 是的 然后 然后他也没有说 要把你踢出这个运动 是不是 好 这回他沉默了 而且沉默了很久 你知道吗 然后这个时候 就蹦出一句话 他说 但是我感觉像是 OK 然后就问他 就就就就 就问他 那你怎么感觉到 他只要把你踢出去呢 就是说 他用的这个词 他用的字 这个message makes me 就他用的这个字啊 这个讯息 让我感觉像是 然后那个我们 Suburn就问他 那他说了啥 让你感觉 就是你好像要被踢出去了 然后啊 他就说啊 他就从他说 就是作为一个铁血的 这个法务的成员 他说 这是 这是 这将是你 你要负全责 如果我们损失了 这个3800万的话 OK 如果我们损失这3000万的话 你要负全责 OK 然后他就接着说 他说 我没有3800万 我只有拿我的这个 就重复他昨天说的那个 那个话 就是我只有命一条 你知道吗 就就重复了一下这个 然后就开始你的照片 就你的照片上来了 他说 你记得你什么时候 跟他说过话吗 不记得了 那你记得 你继续有跟你做过 就继续有做这个business吗 不记得 No Did you continue to do business with me 就说 没有 然后 然后 He is going to talk to you 就说到这个 这个 齐霞 他是这个跟你说话的这个人 是不是 是的 你有没有签署这份 这个法庭的这个宣誓书 他没说没有 他说这是假的 这个法庭 是伪造的 这时候我们的Sabrina很聪明 他就说了一句话 他说如果你签了这个 是不是这个钱 就会到了破产的 这个受通人手里 这个话是Sabrina说的 如果你签了 因为他说没签嘛 对吧 但是如果你签了 这个钱是不是就 就走 就就就 他是说 我 wouldn't 如果你签了 这个钱就不会 到这个破产法庭 是不是 他也没回答 然后Sabrina又接着 马上就说 你想让这个钱 去到这个破产法庭的时候 是不是 他没回答 我没有写 我没有写 我没有写的 对去Trustee 去破产法庭的这个Trustee 是你想要这么做 好 他没回答 但是他后面还 他没有放弃 到最后他说是的 最后木兰说 没有办法的情况下 他说是的 OK 然后就说了很多的 关于这个转这个资产 到这个HAA 然后你转给谁 你知不知道 我不知道 就这个事情他都不知道 他转了钱给了这个 HCH 对 他都不知道 他全都不知道 然后他说 我把所有事情都告诉Luke Desmond了 这个回来很逗 这个木兰说 我已经全部都把我知道的都告诉了 这个Luke Desmond 然后 然后 是什么来着 然后就问到这个 你有没有跟 就是 你有跟检察官说 你做的所有这一切吗 是的 然后 你有这个HAA 这个公司 是不是你加到检察官的 这个non prosecution的 这个文件里的 对 对吧 他有问 他今天有讲到 第二版 对第二版 就说你跟他见了面 你加了很多公司 这个是不是你加的 他说是 然后 你在跟FBI见面之后 你就辞职了 对不对 我觉得他做的辞职 这个事情 就离开爆料革命 对吧 然后他说 是的 是不是后来就有中国的警察 来找你了 对吧 你记得吗 而且是从国安出来的 这个警察来找你了 是的 这个国安的这个警察 和文贵先生 当时去就是 去找文贵先生 就是想 前法文贵先生 是不是同一个 是不是同一个 同一个部门 对 好像他说他不知道 还是这个 他说不知道 哦 就找他了吗 我觉得应该是去他 在国内的父母家 这也是应该是他在 他指的是国内的 检方 检方的直接 对对对 说的这个 对对对 他说的这个事情 他所有讲他的父母 被那个警察 对对对对 国安就是 就是找过嘛 未情过 然后 然后我们的Sabrina 就说是谁 派去的这些 MSS 找你家人的 他说是CCP派的 OK 那你 这个问题很逗啊 就是说 那你觉得这个 那你觉得你家人 被 被这个国安 这个去寻找 是因为你和FBI说 你要去作证反 去作证 指认这个文贵先生吗 你听到这个逻辑吗 这个逻辑就很逗 对不对 那实际上他不应该被 因为他是站出来 反对文贵先生 而且文贵先生又是CCP 他说的这句话里面 有很多的弯 你知道吗 所以他也不是想让他回答 他就是做了一句 这个一个陈述 那然后就说 他就说 这个 然后这时候就有objection 就objection objection 然后就 然后我们的Sabrina就说 那文贵先生 是不是中共的 enemy is the CCP the enemy of my school 你知道他说什么吗 I don't know 对了 I don't know 他竟然这个问题 他说不知道 你知道吗 然后 然后就进一步就问 他说 那你认为 文贵先生是 CCP的间谍吗 什么答案 对 I don't know 最后一个很精彩 就是说 这个问题 让所有人都挺惊讶的 说实在的 就感觉 这真的是 该结束了 真的 然后这个 他就问了一句话 他说 你今天 你认不认为 你自己 就是are you testify 你是不是在这里 坐镇来指认 文贵先生 他说不是 然后 那Sabrina也很惊讶 也很惊讶 因为这是很简单 一个问题 你就花了这几个小时 从五天之前 从那么大老远 飞过来 对不对 然后你来这儿 坐这检方的 这个明星 这人说了这么多 对文贵先生 不利的话 说又是骗子 又是他 他让我坐了 什么东西 他让我签了 我相信他 他骗了我 结果 are you testifying against 你是不是在这里 坐镇反对 或者只认文贵先生 他竟然回答说 不是 而且这个问题 他问了两遍 对 他都回答 他都回答 不是 他加了一句 他说 我是来说真相的 对 我估认认识的 不仅是Sephyna 简方的简单官 也挺 认识的 然后放完之后 Sephyna 没问题了 走了 你这样吗 这个就是结束的 很戏剧化 我觉得这里 对 感谢观看